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介绍这套练生方法几个重要练习的要素 训练目的和练习中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呢,我会逐一的做一些具体示范 这套练生方法的理论我在前面已经讲了,这里就不多谈了 我想要强调一点,就是这套练生方法是对人体整个发生器官的训练 它和歌唱本身一样,它需要在这个大脑精神控制作用的支配下 对呼吸系统和发生器官,共鸣腔等等,做整体的协调的训练 从而使我们的整个发生系统达到一个完美的和谐与统一 因此我们说,学习这套练生方法,务必要从整体上去把握 下面我就把这套练生方法的八个步骤 每一个步骤的具体练习方法 具体的训练目的 练习中所要注意的问题 等等吧,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刚才我已经说了,第一个步骤,四个无声练习 主要是针对受训人自身存在的某种问题而设计 因此要注意的是,在练习当中要把握它的整体的协作性 每个练习在练习过程中要连贯、完整 要有良好的支持 初学的时候可以分开练 但是熟练了以后,我还是建议大家把它看作是一个练习 那么四个无声练习这个步骤是对八声器官的充分的解放 做得正确的话,它可以充分调动起各个器官的它的协调性 为良好的八声歌唱做准备 第二个步骤,张大口发音这个练习 初学的人往往会过分在意他特殊的声音效果 声音形象 比较会在意他特殊的姿势 其实这样的结果往往不好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个练习它是在精神作用的支配下 以良好的呼吸为基础 使练习的人们尽快地找到发声器官与支持系统之间的关系 并且使发声系统所属的其他的这个器官都能够尽快处于正确的位置和工作状态 发声器官正确工作状态的形成绝不是人类做出来的 更不是捏紧出来的 它是协调与平衡的结果 是正确打开喉咙的场 至于它独特的这个声音形象 那是由它特定的这个姿势所形成 姿势对了呢 自然会产生这个频率很高的 金属色彩很浓的声音 它的声音位置也必然是很高的 另外在这个练习的时候要注意 面目形象绝不是奇怪 和有些人这个常看到的很难看 那其实它是一个应该是很美好的 可以是带着一种这个婴儿般天真灿烂的微笑 或者是可以说是带着天使般灿烂的微笑 像玩耍一样的来做这个练习 就像这个甜美的歌唱一样 下面呢我做了一下示范 这个练习一定要注意 不要有任何强强制性的肌肉动作 致死之中呢要做得非常的从容 让声音自己在支持的配合下 那么滑上滑下 不要有任何的强制的肌肉动作 到了很纯熟的程度的时候 可以做得非常的优美和柔和 这个练习呢可以做得非常的非常的优扬 并不像想象当中的那么难听 其实它是一个就是八度的滑上滑下 这个练习呢在古老的意大利 是经常被人用来应用的 那么这个练习的做到很纯熟的时候呢 可以非常好的体现 意大利美声唱法 古典美声唱法里面 非常讲究的这个 渐强渐弱 从最弱音到最强 又回到最弱 这样一种变化 它不仅仅是对音域的扩展有用 而且对整个人们驾驭自己的喉 歌喉啊 驾驭自己的嗓音 发声器官吧 都有非常好的 非常重要的作用 应该这么说 下面我来示范 好 好 tech 好 ya defic 张台是开戏以上的深爱舞 那么这样练完以后呢 整个的发生器官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在这边的发生器官会觉得非常的轻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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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